Zombie Apocalypse 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导致全球气温持续升高而引起的 由于气候变化的速度和范围比预期的还要快 它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 例如暴雨、洪灾、干旱、海平面上升和热浪等 这些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对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例如食品供应、水资源、健康和居住环境等 气候变化还会影响全球经济 尤其是农业、渔业、旅游业等 这些行业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我们必须取积极行动 首先 我们应该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并加强能源节约和效率 这可以通过推广 可再生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发展清洁能源等方式实现 其次 政府和企业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通过政策 法规和投资等方式 推动气候行动 例如 政府可以推广绿色基础设施 提供绿色贷款和补贴等政策 来支持可持续发展 同时 企业可以制定绿色营运方案 减少环境污染 和提高生产效率等 为气候行动作出贡献 最后 每个人都应该取个人行动 例如减少塑料使用 减少开车 不行或骑自行车代替开车 节水等方式 降低自己的碳足迹 并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 总而言之 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必须取积极行动来应对 如果不取行动 气候变化将对我们的经济 生活和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 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我们的星球 归未来的世代 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以下是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 一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取节能减排措施 例如推广可再生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发展清洁能源等 二 推动政策和法规 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和法规 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减排措施 例如推广绿色基础设施 提供绿色贷款和补贴等政策 三 加强全球合作 各国应该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例如签署国际气候协定 共享技术和资源等 四 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企业应该制定 绿色营运方案 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等 为气候行动做出贡献 五 培养环保意识 个人也应该取个人行动 例如减少塑料使用 减少开车 不行或骑自行车代替开车 节水等方式 降低自己的碳足迹 总的来说 应对气候变化 需要全球各方共同努力 政府 企业和个人都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 采取积极的行动 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地球家园